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奥运会节目 伊曼·克利夫·Amin Khalif 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25岁轻量级拳击手 引起奥运比赛中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 他在仅仅46秒内击败了意大利选手 安吉拉·卡里尼·安吉拉·凯利尼 这场比赛也揭露了关于他参赛资格的质疑 克利夫此前因为能通过性别资格测试 而被一个失去信誉的监管机构取消资格 但国际奥委会IOC强烈支持他参加2024年奥运会 认为他符合所有参赛规定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攻击和错误信息辩论 甚至引起了包括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作家JK·罗林等名人的关注和评论 整个事件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体育中的性别测试和公平竞争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欢迎收看奥运会特别报道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引发全球关注的新闻事件 这涉及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克利夫·Aman Khalif 在巴黎2024奥运会上的一场胜利 以及围绕他参赛资格所引发的巨大争议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CNN、Telegraph和The Independent的综合报道 伊曼·克利夫这位25岁的轻量级拳击手 在周四进行的一场比赛中仅用46秒就击败了来自意大利的对手 安吉拉·卡里尼·安吉拉·凯利尼 这一胜利本应是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 但他的参赛资格却成了众矢之地 2023年,一个现已失去信誉的拳击监管机构 裁定他不符合女子比赛的资格 原因是他未能通过所谓的性别资格测试 然而,国际奥委会IOC强烈支持他参赛 IOC发言人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表示 他出生为女性,注册为女性 一生都以女性身份生活 并以女性身份参赛拳击比赛 拥有女性护照 亚当斯补充说 这不是一个跨性别案例 尽管如此 克利夫依然被卷入了一场 关于女性如何参加体育比赛的错综复杂的辩论 伊曼·克利夫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业余拳击手 在2022年国际拳击协会 EBA世界锦标赛上获得银牌 然而在2023年3月 他被EBA取消了参加金牌赛的资格 称他不符合必要的资格标准 并且被发现对其他女性竞争者 具有竞争优势 这个决定发生在 AB因腐败和财务问题 被IOC剥夺了作为奥运会 官方拳击机构的认可以后 IBA没有说明这对选手 接受了什么测试 只表示他们接受了一项单独且公认的 具体内容保密的测试 亚当斯称 AB的测试武断 并表示 这些对选手取消资格的决定 没有任何正当程序 克利夫遭受了大量的网络攻击 一些著名的反跨性别人物 右翼评论员和政治家 错误地称克利夫为男性 并利用这场争议 来推动围绕性别认同的文化战争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埃隆 马斯克 JK罗林等名人都发表了评论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 访问奥运村时也表示 这场比赛 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这些言论导致对克利夫的攻击 进一步升级 影响了他的隐私和安全 关于性别测试的问题 也成为了焦点 体育中的性别测试 受到人权观察等组织的审查 这些组织认为 这些测试侵犯了 基本的隐私和尊严权利 EB表示 取消克利夫和台湾选手林玉婷 参赛资格的性别测试 是保密的 因此无法确定 他们被禁止参赛的具体原因 具有性发育差异 DSD的女性运动员 经常接受这样的测试 尽管克利夫并未表示 她有DSD IOC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引入了新的规则和规定 涉及具有DSD的运动员 强调包容性应是默认 只有在存在明明确的公平 或安全问题时 才应排除具有DSD的运动员 参加女子比赛 性别测试并非新鲜事 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开始 对女性运动员的身体监控 就一直存在 1966年布达佩斯欧洲田径锦标赛上 女性运动员接受了 由三名女性医生组成的小组 进行的生殖器和刺激性征的视觉检查 被称为裸体游行 直到1990年代 包括IOC在内的许多主要体育机构 才取消了全面的性别测试 南非双奥运会800米 赛跑冠军 卡斯特 塞门亚 由于具有与DSD相关的自然高高同水平 仍然是这场辩论的中心 文化大臣丽莎南非对这一事件也发表了评论 他承认这场因性别争议而中断的奥运拳击比赛 让人感到极度不适 他表示 巴黎奥运会的组织者面临猛烈批评 因为卡里尼在与克利夫的比比赛中 在仅仅46秒后就放弃了比赛 并透露他曾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南非指出 生物学事实比社交媒体和一些猜测中所呈现的 要复杂得多 政府有责任确保体育机构在包容性 公平性和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 卡里尼在比赛后表示 他想向克利夫道歉 因为他在比赛后的处理方式不当 他在职业生涯中从未被打得如此重过 事后他很生气 因为他的奥运梦想破灭了 但他对克利夫没有任何怨恨 并表示 如果再见到他 他会拥抱他 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确认 运动员的性别是基于他们的护照 克利夫多年参赛 并无性别问题 关于克利夫的误导信息已被报道 他被污名化 并可能被迫退出比赛 这是一位女拳击手 在全球关注下 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回顾整件事 伊曼·克利夫的案例 不仅引发了对现行性别测试 和体育公平性的质疑 也折射出在全球范围内 对性别认同 女性体育权利 以及隐私和尊严的复杂讨论 我们必须承认 这样的事件 不仅是体育界的争议 更是整个社会 如何面对性别认同 和公平竞争的缩影 未来 我们需要在科学 法律和人权的基础上 建立更加包容 与公平的体育规则和文化 谢谢大家收看 奥优会特别报道 我们下期将继续深入探索 其他令人关注的体育事件和现象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伊曼·克利夫·Aman Khalif 是阿尔吉利亚的一名拳击手 他在奥运会上的参赛资格问题 引发了广泛争议 他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参加了女子轻量级比赛 并以46秒的时间 击败意大利选手 安吉拉·卡里尼·安吉拉·凯利尼 引发了对其参赛资格的质疑 克利夫的奥运参赛资格问题 源于2023年国际拳击协会 伊曼的一项决定 当时伊曼取消了 他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资格 理由是他未能通过 所谓的性别资格测试 伊曼表示 他的测试结果显示 他不符合必要的资格标准 并且被发现 对其他女性竞争者具有竞争优势 然而伊曼没有详细说明 这些测试的具体内容 只是提到测试是保密的 且不涉及高通水平检测 国际奥委会 IOC对伊曼的决定 表示强烈反对 IOC坚持认为 克利夫是符合参赛资格的 女性选手 IOC发言人马克 亚当斯 Mark Adams 表示 克利夫 出生为女性 注册为女性 一生都以女性身份生活 并以女性身份参加拳击比赛 拥有女性护照 亚当斯还强调 这不是一个跨性别案例 认为 AB的测试武断 并且取消克利夫资格的决定 没有任何正当程序 这场争议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反跨性别的公众人物 和右翼评论员 利用此事 推荐他们对性别认同的观点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埃隆 马斯克 作家JK罗林等名人 纷纷发表意见 对克利夫的参赛提出批评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 Georgia Meloni 也认为这场比赛不公平 并在奥运村 访问意大利运动员时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 克利夫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爱尔兰拳击手艾米 布罗德赫斯特 Amy Broadhurst 等运动员 在社交媒体上声援克利夫 呼吁停止对他的仇恨言论和攻击 阿尔吉利亚奥委会 COA 也为克利夫辩护 表示这些针对他的人格和尊严的攻击 是不公平的 并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他 性别测试在体育界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来 对女性运动员的监控和测试 变得越来越系统 然而 这些测试常被认为 侵犯了基本的隐私 和尊严权利 具有性发育差异 DSD的女性运动员 经常被卷入这样的测试中 尽管克利夫并未表示 她有DSD 在现代体育中 性别测试的争议 仍然未能解决 IOC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引入了新的规则 试图在包容性和公平性之间 取得平衡 IOC的规则指出 只有在存在明确的公平 或安全问题时 才应排除具有DSD的运动员 参加女子比赛 这场争议 不仅影响了克利夫的比赛 还对她的隐私和安全 造成了负面影响 她在家乡 阿尔吉利亚的状况 尤为复杂 因为阿尔吉利亚 对同性恋 和跨性别身份的 接受度非常低 然而 克利夫依然坚持参加比赛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奥运梦想 总的来说 伊曼·克利夫的奥运拳击胜利 所引发的争议 反映了当前体育界和社会 对于性别认同 和公平竞争的复杂态度 这场争议 不仅涉及运动员 个人的权利和尊严 还激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和政治争议 作为一名运动员 克利夫的经历 凸显了在性别问题上 体育界仍需寻找 更加公平和包容的解决方案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说伊曼·克利夫的 拳击能力无可挑剔 他在短短46秒内 击败对手 这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针对他的参赛资格争议 我们必须尊重 国际奥委会的决定 IOC明确表态 克利夫是以女性身份参赛 并且拥有女性护照 这足以证明 他的合法参赛资格 自古以来 英雄不问出处 只问结果 克利夫的拳击技巧和战斗精神 值得我们增进 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么说 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吧 克利夫的参赛资格问题 可不是简单的一句 英雄不问出处 能解决的 根据国际拳击协会 IBA的说法 他未能通过性别资格测试 而这些测试是为了确保公平竞争 你知道吗 在科学研究上 男性的拳击力量是女性的2.6倍 如果这样的巨大差异存在 那么让克利夫参赛难道 不是对其他女选手的不公平吗 谢琪琪 你这么说 可就有点陷入了刻板印象的陷阱 历史上 体育中的性别测试一直都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 女性运动员就被迫接受各种不人道的检查 从视觉检查到激素检测 这些都是对运动员增严的侵犯 克利夫已经在过去的比赛中 展示了他的实力和精神 难道我们要因为这些武断的测试规则 而否定他的努力吗 再说国际奥委会已经剥夺了IBA的认可资格 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和IBA的公信力问题 哦 楚天说 我明白你在为克利夫辩护 但你也得看看现实情况吧 这可不是什么刻板印象 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 你提到的历史上的性别测试确实存在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完全放弃 对运动员性别资格的监管 国际奥委会可能有自己的规则 但这并不等于它的规则就是金科玉律 你知道吗 在国际奥委会的规则下 许多DSD运动员性发育差异 被迫服用药物来降低高酮水平 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保护运动员的尊严 又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谢琪琪 你这话听上去像是站在道德的高地 但其实是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典型例子 现实中 顶尖运动员都有各自的天赋和优势 这才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难道我们要要求博尔特跑100米前先减重吗 再者 克利夫的拳击能力和技术是有目共睹的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公平 那是不是也要把高个子排球运动员赶出赛场呢 我们应该尊重运动员的多样性 而不是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有点夸张了 没有人在否认运动员的多样性和天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忽略可能存在的巨大不公平 你提到博尔特 那是速度的差异 而在拳击这种直接对抗的运动中 力量差异对选手的安全有着直接影响 再说了 难道我们连基本的保护措施都不应该有吗 你知道吗 安吉拉·卡里尼在比赛后说她从未被打得这么重过 甚至怀疑鼻子骨折 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公平竞争和运动员安全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核心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天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伊曼·克利夫到底是谁 他的奥运拳击胜利 又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 这位阿尔吉利亚拳击手在赛场上只用了46秒就KO了他的意大利对手安吉拉·卡里尼 简直是把对方打得找不到呗 然而 这场比赛立刻引爆了巨大的争议 原来 克利夫曾在2023年被一个失去性欲的拳击监管机构裁定位不符合女子比赛的资格 原因是未能通过性别资格测试 但国际奥委会IOC却力挺他参赛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IOC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 克利夫出生为女性 注册为女性 一生都以女性身份生活 并以女性身份参加拳击比赛 这根本不是跨性别的问题 克利夫是一位有实力的业余拳击手 曾在2022年国际拳击协会 IBA世界锦标赛上拿下银牌 然而 2023年3月 IBA取消了他参加金牌赛的资格 原因是他不符合必要的资格标准 并且对其他女性竞争者具有竞争优势 IBA的说法非常模糊 并未说明具体测试内容 只说这是单独且公认的测试 具体内容保密 IOC发言人亚当斯对此反驳 称IBA的测试武断 并且没有正当程序 这场争议引来了大量关注 著名的反跨性别人物 右翼评论员和政治家纷纷发声 甚至包括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著名作家JK罗琳 罗琳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看这个 然后解释为什么你可以接受一个男人 在公众面前打女人来娱乐你 这番话简直火上浇油 让事情更加复杂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也表示 这场比赛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这些言论无疑给克利夫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和网络攻击 然而也有不少运动员公开 表示支持克利夫 比如爱尔兰拳击手艾米布罗德赫斯特 他在社交平台上 呼吁停止这种荒谬的仇恨 在体育历史上 性别测试并不新鲜 早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 女性运动员就开始接受性别测试 到了1966年 女性选手甚至要接受所谓的裸体游行 由三名女性医生进行视觉检查 虽然到了1990年代 许多主要体育机构取消了这些全面的性别测试 但个案检查仍然存在 这次的克利夫事件使得这个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不仅是对运动员隐私和尊严的侵犯 更是对公平竞赛原则的挑战 意大利拳击手安吉拉 卡里尼在赛后表示 他想向克利夫道歉 因为当时他处理的不当 当克利夫的手被举起宣告胜利时 卡里尼跪倒在的 泪流满面 似乎拒绝了对手的拥抱 也没有与他握手 卡里尼后来表示 这些争议让他感到难过 如果再见到克利夫 他会拥抱他 这件事让人们不仅看到了竞技场上的激烈竞争 更看到了运动员之间的人性光辉 总的来看 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性别测试和参赛资格的公正性与透明度 国际奥委会在这方面的规则是否合理 如何在包容性 公平性和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事件无疑为体育界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在追求竞技公平的同时 也要尊重运动员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